先做足遇寒措施 因为昨天一开冷戏 真的冷到你一着衣都着不及 未必那么容易可以清洗到这个我们叫冻开 它自己会慢慢将污积全部刮出来 Hello 大家好 我是Outdoor Living和Wow Living的店长 我叫飞机 一个男人除了石太太之外 遗修家里男士有宅 今次要介绍这个叫冷气爆泡剂 好像我这部冷气润了几年 平时都有九北九西隔层网 但都没有做一个深层的清洁 今次这个冷气爆泡剂 几十元就可以做一个深层的精洁 更加凉爽 去除了一些异味和骚髒的东西 15-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今年夏天可能特别热 我们经常觉得冷气好像不够冷 这个隔层网我想夏天初我们都洗过了 现在已经这样了 清洗这个外壳是很简单的 但一般的朋友未必那么容易 可以清洗到这个我们叫冻开 已经很多层和这些东西 即使在里面 绝对影响到你的冷气的performance 浪费电之余还要没那么冷 拆了隔层网之后 再要拆了这个面壳 一般可能有些螺丝位 都不定的 这个瀑布冷气有点不同 你自己看看 这些都是基本自己手掌硬件 用螺丝批就做到的了 要把那个爆泡噴在这里 把这些骚髒的东西 弄干净 它就会经过冷气机的排水口 自动排出去了 你待会噴完 用它等15分钟就搞定了 这支爆泡用法非常简单 跟一条小猴就插进去 上面有一个Open的 撕掉它就用得了 噴之前就像我这样 轻轻铺一铺 下面就是让它不要弹到周围 我先均匀 接着就可以噴下去 大概距离5cm左右 这些洞的位置 把它補回 已经爆了层出来了 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忘记跟大家说 一定要先吃冷气 等15分钟 它自己会慢慢把污漬 插出来 接着会慢慢下来 铺多一层胶纸 会更好 因为它可能在这里会走出来 过了几分钟 清洁效果也挺明显的 看到很多黑色的东西 已经插出来 好像我的浪漫那样骯髒 它还有少少静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再噴下去 千万千万 要最后那一刻 之后15分钟 才好 把冷气撒上去 你可以用一支牙刷 轻轻 刷出一些陈的 轻轻轻轻 这样就会来得更加干净 当然了 你刷完它就不要用来刷 这里还没刷 这里刷了 哇 差很远 当你等着外面的冷气 爆泡沈透的时候 剩下一点爆泡 你就可以用来做夹尘网 噴噴噴噴 一样噴完它 好像平时洗夹尘网那样 清水 拿刷 搞定它 顺便洗掉 那个cover 接着应该差不多时间 可以出去装大 15分钟之后 整件事已经不同了 接着你可以清理一下 旁边附近的位置 或者你见下底 如果有很多层 我建议你 你都拿一些湿纸巾 或者拿一些纸巾 轻轻清清它 因为这些 如果等一会开冷气的时候 它就会跟着冷气的水 排出它的水口 捞得多 得多 让它没那么容易失效 现在整个程序 基本上完成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建议大家 像我这样 穿上鱼蝶 戴上手套 做足这个预寒措施 因为一开冷气 真的冻到 穿衣服都穿不及了 最后步骤 像之前 你平时洗隔壁网 安装 最好让它开 大概半个小时 里面剩余的残余物资 就可以经冷气的去水口 出回 洗到冷气这么干净 以后不用叫师傅洗冷气 飞机店长很老实的 基本上我们刚才 大概洗了冷气一半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叫冻开 我们把冻开 其实已经洗得很干净 但外面仍然还有一个热开 即是散热位 还有那把风扇 都是要师傅整个冷气台出来洗的 如果家里是分体冷气 就做不到 一样可以 一样好像刚才那样 拆了面壳 拿了隔壁网出来 一样噴爆泡 照样可以做得到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爆泡的份量 你看我刚才 洗一部这样的两吱的窗口机 基本上 整支都用到尽 一部两吱的冷气 或者一部分体冷气 你预许一支半的份量 会比较好 房间里的四分三吱的 小型的冷气 一支是OK的 这支冷气爆泡剂 几十元 要试过才知道 原来是这么方便 这么简单 一会儿就可以令到 整家人凉凉凉 希望大家今天夏天 用了这个冷气爆泡剂 几构的冷气都好 都可以凉凉凉凉 像飞机店长那样 要着色的肉在这儿 享受冷气 希望大家喜欢飞机店长的推介 慢着 记得下注我们手机apps 和加入我们Whatser Group 进入我们最新的推介 和最新的优惠 多谢大家 Bye Bye